好, 今天, 7 月 4 日, 月人已经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 这场的表现,我们从表现来看,不温不活。 因为我们都有很大的期待, 我们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但是,也因为拜登没有在四不一无一的承诺上面, 没有表现,没有任何的表现, 没有给出什么利好。 所以,预计,因为布林肯上次去了, 我们回去收获, 从布林肯和叶伦两个角度,位置不同。 所表现的接待方式是一样的。 效果也是差不多。 所以,我说呢,我们常常因为看见一些, 但愿不如所料, 以为未必净如所料的事情, 却每每恰如所料起来。 那么,我也想根据这个事情来讲, 谈谈,我昨天已经做了两个事情, 看到美国现在拜登政府在收尾这个阶段, 走到现在已经对华这种, 这种不希望你中国, 中国希望的呢, 美国就不希望你怎么办。 你越是希望的, 我就会跟你唱反教。 但是来讲呢,我话又说得挺好, 似乎一无意, 但我就是落不到, 这就在空中飘。 我就像那个彩虹一样, 我看见的是风和云, 就是落不下来。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我就提出来, 我作为啊, 来到美国那个十六年, 我对共和党来讲呢, 是有感情的, 美国共和党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因为我父亲就是罗斯部的学生和崇拜者, 从抗战, 从抗战进环虎, 那个那个, 湖南淮化呢, 那个黄虎学校, 黄虎抗议学校, 在美国这个教官那边培养下, 然后到, 我父亲这个青年, 那个就是17岁, 到这个, 后来到那个抗战结束, 参加那个加尔克拉的追导会, 对那个, 罗斯部呢, 代表国金呢, 是那个追导时, 以后, 然后又到台湾, 在现在学校里面, 那个, 那个, 台北工业汽车学校, 工业做那个教导主任, 然后又到台湾省物资调节委员会, 进口部, 这都和美国打交道, 所以我父亲对美国, 特别是对罗斯部, 对民主党, 他后来又参加了, 那个那个, 那个, 中国那个, 叫做激公党, 叫做激公党, 也就是, 斯托美堂, 那个, 那个, 做那个主席那个, 那个, 那个, 参征议政那个党, 也就是, 斯托美堂那就是罗斯部做法律, 法律顾问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中国这个, 在美国的一个政党, 所以说, 基本上就是民主党的一个思想, 我父亲就是从, 就是基本上这个, 按照脉络来讲, 我父亲就是, 美国民主党的脉络走, 而我走的呢就是, 我呢, 后来是, 怎样, 这样子呢, 我在中国嘛, 必然就是, 要求进步嘛, 就是, 我也不瞒, 不瞒大家说呢, 我是, 我是, 就是, 特贤的子女, 所以, 没有资格, 在政治上呢, 就在黑五类, 比黑五类还黑五类的, 就是, 用按照街街路线来讲, 我是最送怀疾的, 最值得怀疾的, 最不可靠的, 这个人群, 我就是, 得想办法, 得洗白呀, 我得洗这个身份呢, 我只有加入共产党, 我才能够洗白这个身份呢, 才能, 才能, 一方面, 是提高自己的, 这个, 这个, 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来, 享受社会上, 一个平等的代理, 大家知道这个, 美国的独立宣言啊, 是, 人生而平等的, 在中国来讲呢, 我们想的, 新中国应该是人生而平等的, 人民共和国嘛, 应该生而平等的, 但不平等, 由于什么呢, 我现在明白了, 由于这个共产主义啊, 它是, 这个共产党宣言啊, 是讲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以斗争则学, 所以呢, 就打成了一个, 这个, 这个, 在过去呢, 讲的, 就叫做, 就是, 施大夫, 正, 在印度呢, 就叫, 总性, 总性自主, 在中国呢, 就叫, 阶级路线, 那么, 我们这个, 是台湾生人, 虽然是干部的, 国家干部, 这个, 我附近是给国家干部, 但是, 我们这个属于, 政治不可靠, 这个特贤这么一个家, 这个家庭, 将来也会有, 更多的台湾人, 也会感觉到这种坦特, 我到底是谁, 我能, 能不能对我, 能不能够有, 是把我看成另类, 看成是, 台独, 还是独台分子, 将来也统一以后, 都会有这样的考虑, 而且这一段时间, 必然会有这个, 观察的那样, 就像, 就像, 打仗的时候, 解放军, 如果要投诚了, 投降了以后, 你这个军, 这个军队, 这个投降, 你受降以后, 你哪怕到朝鲜战场上去, 对你, 整个的five ground, 是一个观察了解的状态, 就像, 如果在台湾呢, 如果在朝鲜战场呢, 被服务过, 那你这个, 打了个快死你的问号, 你这个怎么样, 我们就是说, 如果从这个, 这个解放战争来讲, 共产党的部队来讲, 是讲究出身的, 讲究你这个经历的, 你的经历就是你全化版, 这个对的, 现在来讲, 都也是这样子看问题, 不但要看你今天, 要看你的过去, 要看你的, 整个来说, 要看你一生, 你的政治表现, 所以说呢, 这个在全世界, 应该说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 对你参征医政, 或者你从事的某一项工作来讲, 他怀疑的程度, 要政治清廉, 政治可靠, 这是第一位的, 所以, 我的可靠, 我的改变人生, 我只有从老老实实做一个, 听毛主席话, 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一个, 这么一个人, 上山下山, 就上山下山, 不让我考大学, 我就不考大学了, 我没有资格, 就上山下山, 接受评价价价在教育, 我说, 废除高考制度不好, 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反对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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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什么, 我说, 有这么一个黑点, 我上山下山之, 理所当然, 我自己心甘情愿, 然后我上山下山之, 我就可以变成, 政治清廉就可以变成贫下中能了, 我受贫下中能, 参加老冬兵,我就同化了。 但是能不能真正同化,能不能解放自己?不一定。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有了评价中的感情,一无所有。 我从一无所有,然后从四川的农村, 然后又到1968年, 正式,1966年6月18日下降,1968年底正式地奔配我, 我申请要求,我到陕西梅县横旗公社去上山下降。 我那个在,然后就到了,我觉得大学不改,到了自己当。 农村是个宝贯天地,还好,我在陕西省关中平台横旗公社, 当了知识青年,当了两年半。 1971年招工的时候进厂了,进厂又当了工人。 这个工人又是当了八年红年,产业工人,又从一个, 在农民是优秀的评价中能的代表, 在工厂里是优秀的,石油工人、产业工人, 这个大生产的,国家主人的代表。 后来就培养我入党。 陪养我入党的时候,我父亲那时候还没有解放, 所以我是战战兢兢。 我不以为这个是个机会来。 我在农村的时候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不敢。 那时候我是民兵营长, 在农村是民兵营长,还有大队科技实验员, 又是民工队支援铁路建设民工队的施工员。 所以我在农村已经很高的成本, 红队也就基本上发死了。 但是就是,我害怕了吧。 因为我父亲没有解放, 一说到这儿的话,我就变成了低腹反过右了。 在工厂里不一样, 我已经是1970年, 我已经当了四年的工人了。 所以说我洗白了没有, 我就想看我洗白了没有, 我就想逼上梁山。 我知道我们党,就是保健石油高院长的党支部, 他决定不了这个党的路线, 党中央的路线。 党中央还是阶级斗争的路线了。 在1974年度了,73年度。 那个时候邓小平还没有完全解放。 刚刚出来,还没有展, 还得从江西出来。 还没有使用呢。 我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写信就是五点,解放阶级路线。 因为我要谋求自己的解放阶级路线, 应该是重灾表现,对吧? 我的表现就不拉不拉,对不对? 这里也是红极手,那里也是先进分子。 我应该能够可以入党吧? 就是问党。 问毛主席,允不允许这样子, 这些成本,你重灾表现, 你的政策,你的说话算不算错。 这是一个解放阶。 你解放了极致路线, 我才能政治上才能要求进步, 才能解放生产关系, 我才能细心百倍地去搞生产。 我现在是搞生产, 我是带着加特韦伯在做人的吗? 所以,我应该是问毛主席, 你给我什么政策? 你让我在东方英国国的天地里, 我能够做什么事情? 我能够做什么? 我问毛主席, 你能让我在新中国里做什么? 你要想让我做一个无产阶级, 世界革命接班人, 我现在都到了无产阶级了, 从资质信念的评价中, 到工人产为工人的优秀分子, 我做到了, 我能不能成为接班人?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课程, 我问天, 问厂里的没有用, 厂里里面是没有留学, 因为政策是中央给的, 中央说你这个政策来的, 所以呢, 一个是解放生产力, 结极路线, 一个是解放生产关系, 一个是解放生产力, 然后解放科学技术, 然后是解放台湾, 这个我就不在中国, 以前我就讲过了,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解放什么? 美国现在要解放美国的什么? 解放美国, 首先解放拜登这个团队的思想, 要解放美国的生产力, 解放那个生产关系呢, 美国的生产关系呢, 是不适应这种制造业工业, 因为制造业已经萎缩了, 空性化了, 那怎么办呢? 如果解放美国的生产力的发展, 然后重新使美国工业化呢? 我作为一个新移民, 从大户来的新移民, 一个搞企业管理的工程师, 企业工程师和IT工程师, 但是我在想, 我能为美国制造业, 为美国的经济建设, 为美国的将来重新提高中国实力, 能做些什么? 但是我就看到美国, 我昨天说了, 拜登从小布什, 然后到奥巴马, 然后再到巴朗普, 然后再到现在拜登的四年, 差不多快四年了。 这一路走来, 就是越人无数, 越近人间春色, 越近美国的社区, 从社区的打造服务, 义工服务, 到各个历史的考究, 然后再到一些景点, 在观察美国的精神状态, 和美国社会整个宽松度, 和谐的度, 然后再体验到美国的社会福利, 还有我周边的这些华人, 还有拉丁裔的, 因为我也在拉丁裔这个区老人中心, 也待了很长时间, 所以我对美国的社会整个的了解来讲, 就是你在国内, 那个叫做隔岸光火, 而我在这里呢, 就叫在大海里游泳, 是下海了, 在海里游泳, 当然就要对美国的国情, 生产力的情况, 思想的情绪, 包括对经济危机, 对中国的态度, 就有所了解, 我认为总的来讲, 老百姓对中国的人, 基本是友好, 不像有些人宣传的人说, 敌对呀, 政府敌对, 即使有些政客, 他有这种情绪, 但是从老百姓来讲, 都是友好, 从司机到我们那些老人, 没有对中国人有任何的提示, 所以呢, 如果我要是在国内, 我就不相信这个, 什么美国人反对美国, 但是现在, 我觉得美国总统, 要兑现这个什么呢, 自己的承诺, 美国是应该, 本来是讲承诺啊, 讲规矩的, 如果你经过这么多考验, 每一届政府都把这个事情, 把这位对华政策, 就进行这个围堵的政策, 遏制的政策, 打压的政策, 然后封锁的政策, 这个就自己把自己的形象都搞坏。 另外, 很高兴, 拜登终于做了一个比较符合, 像个大国承担的样子, 像个遵守联合国宪章, 连国国2758学义的样子, 这么一个, 四不一无异, 五不四无异, 这么一个承诺。 这个本来就是, 言必有信, 行必有果, 你说出来是zero, 你只有行动, 那才是one, 你从零到一这么一个转变, 从你书画到行动, 这个行动叫action, 你说出来是speak, 你是不是你心里话, 你做的是不是言行一致, 你能够取信一名, 赞于你。 这个, 从零到一, 这个转变。 这个零到一的转变, 我为什么说呢? 每天都应该挥零, 然后给零到一。 那么, 你今天是这么说的, 明天又是那么做的, 你的心里做的和你嘴上说的, 不一致, 自相矛盾, 这个自洽是可以证伪的。 自相矛盾呢, 你声东即西, 你这边反过来制造台湾这个问题。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应该, 现在呢, 拜登已经八十岁了, 眼看在布里兰参, 思维已经开始迟钝了, 但是还好, 因为拜登有一个比较好, 比较年轻的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里面来讲呢, 极重制嘛, 从沙利文啊, 布林肯啊, 然后再到这个, 这个, 贺锦丽啊, 等等还在这些, 叶伦啊, 还有这些, 戴琪啊, 什么这些人, 这些人。 但是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班子, 总体来说, 是封锁派, 是对抗派。 在拜登, 我认为啊, 就是这个叫做, 一句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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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的团队呢, 他的, 就是唯独派, 唯独派, 遏制派, 制裁派, 而这个, 这个团队里面呢, 唯一的, 比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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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这个, 中英肯呢, 基本上属于, 这个, 维守派, 但也有一点, 交亜派, 这么一个中间过程, 而沙利文呢, 他是一个, 我觉得是 从那个, 战略上来讲, 他比较务实, 他才讲什么, 他, 他之道美国的真正问题, 是美国内部的, 自己的, 局势问题, 至少也空心化. 实体, 你没有力量, 你没有, 都是靠借钱, 靠借贷, 靠耗別人的羊毛,靠打仗,靠挑個人一間,所以我們必然有這樣一個決策。 這個群體決策的效率,當然就會偏向。 這個團隊是這麼一個,它選擇的目標不是跟中國合作。 所以它制定目標的初期,就是制定遏制打壓。 選擇性合作。 然後脫鉤,有時候脫鉤不了了,我勉強再恢復一下。 這種苛刻碰碰的這種,不是心甘情願的狀態。 我們就分析整個狀態。 兩岸是什麼狀態? 兩岸就是實際上的戰爭狀態。 中美之間的關係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這個貿易當中呢,有個修基底德陷阱,這麼一個關係。 所以,你這個整個要滿,基本上呢,這個大風大浪也好, 這個賣浪的起步有高有低有,有時候是很激烈, 但是它基本賣浪。它這個政態分布, 從拜登上來起初想要搞好一點,這是上升階段。 那麼到現在呢,是下滑階段。 在美國政策下滑階段,因為拜登這個, 因為拜相已經出了八大拜相。 我昨天不是談的八大拜相嗎? 從用人來講,從政策的效果來講,已經極重難反了。 在這種情況下呢,我的判斷,也就是,也就是, 因為你現在,你現在的,現在,別的換不了了,別的換不了了。 因為這個,這個承諾是拜登承諾的。拜登那個承諾的這個, 司不義無義,還有定的調。不管是拜登說的,還是沙利文說的, 還有一個,但是應該看著這個集體的決策。 也就是這個班子的決策呢,就是, 你定了一個調子,叫做司不義無義。 拜登必須得去把這個路走完。定的調子, 你不能就說這個,避免冷戰,又干脆堆盪, 然後台海戰爭又出現的時候,你又派軍隊來搞這個。 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像烏克蘭也一樣, 你來烏克蘭也支持救火隊,不可能。 因為你,拜登你說的這個話, 你不可能自己把自己這個話。 但你雖然沒有做到,但你雖然恐嚇, 遏制,你這個是虛張聲勢。 對中國這個來說,解放台灣的,武統台灣也好, 你這個圍堵聲勢,是虛張聲勢。 就像你制裁一樣,你制裁的結果是, 殺低八百,自數一千。 你如果在台海才能發生這個問題, 一樣,你參與台海,你參與兩艘航空母艦, 你損失的比十艘航空母艦。 美國整個的威信,在國際威信,就是威風掃地, 整個的這個體制,這個西方體制的一個崩潰。 對,這個,因為這個一線的這個, 反正是導彈的射程方面, 如果你觸碰,你要干涉,你要觸碰航空母艦。 你的打擊,你的損兵折降, 那個慘敗的狀況, 比二次世界大戰還要慘烈。 對,這個是中國沒有說出這麼嚴重, 但是一旦開火,你看看南韓那個打仗, 中國人那種不怕死的盡頭, 你看看越南戰場,中國人那種實力, 那麼落後的一個武器,那麼不落後的裝備, 都能把你美國打得落花流水。 所以,美國應該是一個叫做, 不要和中國有軍事衝突,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現在都是核大和鬧, 你現在核武器這樣。 中國不像俄羅斯和蘇聯, 一點就毛了。 但是你真正來講呢, 打得一圈開,免得百圈來, 一定會讓美國感覺到痛楚的。 哪怕就像懲罰越南一樣, 但是不是懲罰越南的問題。 那這就是一個你死我活的問題。 如果一旦開戰就是這樣, 這叫做什麼, 叫什麼, 叫什麼, 兩敗俱傷, 欲失俱疯, 這個都沒有好處。 這個,中美對立不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特別是我們作為在這裡的, 這個兩岸當中的民間大使的話, 都應該來講, 防止和勸阻兩國的領導人, 不要進行直接的軍事對抗。 台灣問題是中華民國內解放戰爭問題, 是兩個軍事對立的問題, 是政權不供代權的問題。 供代權問題怎麼解決呢? 這個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就叫做, 用蔣介石那個講話就說, 漢賊不兩立, 亡史不偏安。 就是說, 你如果一口兩制, 為什麼說一口兩制是一個失敗的, 空想的社會民意, 空想的國家很民意呢? 這裡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和平。 和平這個概念是應該在消費戰爭, 避免戰爭的情況下, 但是不是, 現在是戰爭時期。 直到現在, 一直是解放戰爭時期。 你沒有完成, 中國共產黨也沒有, 你代表著中華民國, 但是你沒有完成, 幾個完成都沒有完成。 你代表中華民國沒有完成, 你不敢承認自己是代表中華民國。 這一個中國的原則, 首先你自己不夠膽, 你不夠眼界, 你的認識基礎, 你沒有這個實踐, 你沒有這個循環, 你沒有這個法律知識, 法律基礎。 所以, 你在認同九二共識當中, 你認同了一中各表, 一個中國的原則, 你也答得涵涵涵涵涵。 這個本來就是清清楚, 一個中國的原則, 書記說的不對, 一中各表, 應該叫一中同表。 江澤民在1995年的江八點的時候, 提出了一個中國原則下, 什麼都可以談。 談就應該談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現在1949年的時候沒談好, 1949年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另一個體系, 因為我不願意再走行中山中國國民黨的路子了, 所以我要另起一個名字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你實際上, 你拔得頭過, 你離不開地球, 你還是中華民國。 因為聯合國証冊的, 也有你這個總比武參加, 所以這個名字啊, 你這個, 就是說, 你這個名字還是中華民國的名字, 我們叫做第二共和。 要射不上法, 那麼, 你這個, 你這個, 你不可能統一的。 因為這兩個, 這個矛盾, 一個是要解放台灣, 一個是要反攻大陸。 這個, 這個矛盾是, 這個是一個軍事, 軍事對抗的矛盾, 不是香港問題的一國兩制問題, 香港不存在軍事對抗。 。 那是怎麼戶? 我就繼續講, 這個空間有點不對,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给拜登出这个主意,叫做反败为胜,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我现在闻着这个空气不对,有点烧焦的味道,我是个工人,我知道这个烧焦的,电机烧焦的味道,我很敏感,问题可能是有问题,哪里出问题了,对不起,我现在先暂停一下,谢谢啊。 好,接着来啊,我闻到外面有个,现在呢,就是林肯说呢,你可以暂时, 你不是欺骗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这个就是,我就不念英文,英文就我这个英文。 我这个英文。 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想啊,拜登你这么说,说的事不宜没有,事不宜无益。 就像陈水扁说的事不宜没有,那个,那个,2000年那个,救出台湾,所谓的这个台湾总统。 这么一个宣誓一事场,520的宣誓一事场,后来她说这个呢,是受到大陆有利人士给这些小巢子才提出这个问题。 這個地小條子的人是誰呀?那就是我。我在1998年、1997年,李登輝的時候,我就給李登輝寫過信,提出兩岸這個事。 他不能弄個國統綱領嗎?李登輝那個時候,李六桃的時候,後來又成為國統綱領,他提出的一個原則是什麼呢? 原則是,大陸統一在自由、民主、均富,這個情況下是一件統一。 現在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臺灣,把這麼一個從地域上崩開的兩個地區,然後成了一個中期短,這個叫短程的進程,進程那個綱領,還有中程綱領,還有中程綱領,還有遠程綱領,這個遠程綱領呢? 他就說,把這個國總綱領放在書架上,什麼樣拿著,哪怕將來這個我們死了以後,再當成骨灰盒一樣的把它擺在上面。 是這麼一個事情,要偷梁換柱,瞞天過海。 這就像我們這個臺灣現在把這個,空喊一個,和平自由、民主、救中國,這麼一個,一個口號。 這個口號,麻痹了中國共和黨的很多人,包括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王滬寧。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兩國人,根本就是兩個中國的這麼一個概念,根本就是雙重代表權的這麼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就是說,我們的政治,這個秀別啊,你看我這個秀別,我這個對空氣的秀別就比較靈敏,因為我是工人。 我工人,我一聞這個味道不對,空氣不對,就知道這個燒焦熱的味道,就能聞出來。 這個就像政治,政治上的秀別也是這樣的。我一聞就聞出來,這個是兩國人。 馬英九啊,李登輝啊,張亞中啊,這麼一談,一說各表,一中三線,我就知道這個東西。 因為它政治邏輯上,它不是一家人的,是兩個政治中心,是個體育隊,兩個軍事中心。 兩個,鄧小平就搞了兩個軍事中心,這個就不是給自己買一些軍事大量的,絕母人嘛。 一國兩制不就是兩個中心,就是封建王制,封建王制,封建王制,就留下了這麼一個, 所以鄧小平這個理論,他就缺乏一個,他是一個軍人出身,他應該有這個提琴的觀念。 他認為一個國共合作,就是大家已經合作過,我們再一次合作。 那種國共合作,你能長久嗎? 蔣介石什麼時候跟你真一實一的合作過,對吧? 共產黨又什麼時候真一實一的完全跟國民黨合作過, 國共共國國過,即使現在統一了, 兩個人民那就要合作,恐怕一百年都不一定能真正合作, 它一定會存在著一個反骨。台灣一定會存在一個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共產黨又反共。 反共啊,自由啊,民主啊,人權啊。 所以呢,你不能按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來分, 你應該按照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都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國人。 你不要按照基地來分,你也不要按照哪個地區來分。 這個,一個劃分,就是搞一個民粹。 台灣就跟你去中國化,就跟你從教育上,就告訴你。 就像,烏克蘭搞的民粹是怎麼呢? 就是因為這麼一點點差別,都會形成世界社會上的不同族群的一個對立。 就宣言,宣言,你哪怕處理?你在大陸,它因為那個電信詐騙也好, 坑門拐騙也好,商業欺騙也好, 在坑著你大陸的錢,坑著你大陸老百姓的錢,坑著你大陸的政治, 你把它抓住,你處理它,它有一國兩制保護的。 它就跑到台灣去總比起來。這個叫香港法律,它不受這個, 台灣法律是受台灣法律保護。 這個問題就是最大的問題,這個最大的潛在危機。 是變身再高,霍活陽明,就像我們搞的會材政策。 你台灣的東西,一個波羅賣個十塊錢, 大陸的一個波羅賣成一塊錢。 你損的是不足, 而為了巴列台灣人,給它這麼一個優惠。 你坑了這大陸的人。 所以大陸人對會材政策是念生載道的。 可是呢,這種呢,大陸呢,就按照共產黨的說話呢, 我這個是代表人民的最大利益。 實際上,首先從一開始,就沒有把台灣人看成像中國大陸一樣的, 平等的大陸的人。 經濟上,就變成要照顧少數人,少數親近。 他是一個富人啊,他應該來幫助你, 而你呢,窮人去幫助他。 就是被博學的人去可憐那些農夫與蛇的關係嘛。 所以我們的決策者呢,我們的決策者的決策團隊, 至少說鄧小平的團隊,你知道, 你看那個,現在的王康明就是這麼一個態度。 第三下四的,就生怕別人求爺告奶奶一樣。 就想求著台灣人,你跟我統一吧。 這種東西,怎麼,你如果,這個一國兩制, 我對你怎麼樣才怎麼樣才怎麼樣才好? 這還言巧語也好。 這樣的一個說法,好像感情上,兩岸一家親什麼時候, 但是一個守日,你法律的就不激, 你違反民意嘛,你沒有這個,就沒有, 沒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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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戰爭的意思。 經濟鬥爭的意思,沒有這個敵情觀念。 沒有這樣的問題,這樣的一個代表, 都不配做人民的代表,怎麼能做政權的主題呢? 你這個,這個,王滬寧的制定的政策, 就是誤黨、誤國、誤軍、誤民的政策。 所有的,只有這個,我跟著王滬寧的這個, 接著王滬寧的,從十四大就開始了, 從他,從他一上台我就看著這個苗頭不對, 我就給他寫個信,我就反對他這種形而上推的, 只有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 這個,這個,這個就是假大風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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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概念。 這是兩個凡事的一個概念。 從理論上來講,就是否定了這個實踐第一的這個理論。 從,從那個,從他進北京的那一天開始,到現在, 二十大這個現在,這個問題, 根深蒂貨,教條主義,唯親主義,官僑主義, 還有那個什麼,行而上堅,根深蒂貨,沒有改, 他儘管花言巧語,但他骨子裡這一套體系, 體系化了,學理化了, 如果按照這條路呢走, 這個中國共產黨一定會走到蘇聯這個態度, 最後的,最後解體。 所以這個呢,就是害群之馬, 理論上的害群之馬。 自己,自己,自己,脫離了三大實踐, 又在這個,這個,這個,我不知道是家庭認識那麼多。 一個真正好的男人是尊重老子, 那麼,就換了三,就是三陣妻子, 我又不知道其他,其他有沒有什麼, 二邊形容我不知道。 至少,我看出那個臉,那個面相就不曬。 就是,你看,就是陰險,那個什麼,那個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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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小人一样的心情 所以我把这个事情来讲 要历史去考验我 对不对 历史去考验 大多一点 这个对吧 所以这个是真正来讲的 不讲原则 真正来讲对台湾 对台独来讲不讲原则 所以说对台湾问题 就是要有这种原因 要有秋风扫露夜 这个那行 另外呢 就要把他这个什么 把他看得是年营效应也好 你要把他弄到人民战争的大海当中去 你不要把他困受幽道 你把他困在台湾这个地方 他就会变成乌克兰 这会变成 要把他打散 把台湾这个图中换掉 让台湾人奔赏到大陆来 或者是他参与大陆的一些社会实践 三大实践 他在实践当中检验他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人脸 人脸识别了 有了统一的管 我们的他如果犯了把他到了哪儿 都没把他抓到 到了台湾印 因为有这个体制的一致性 你就是在统一以后 你在大陆你宣言民主没关系 人权没关系 自由没关系 你只要不注重法律 我们不是现在搞得叫就搞得一言堂 就非得要是两个血 这习近平就清了王沪宁了 这叫尽诸者是尽末者 会尽王者拜 所以习悲甚至习言不察呢 如果你重量的 陶醉在这一言堂 陶醉在这个听不见历史之言 将来台湾人就会多了 台湾人到大陆里会 煽动很多 很多这个 反面的声音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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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对 有的不对 你怎么样去处理它 你如果要是 如果按照一国两制 你就处理不了它 你中间处理不了 这些要搞台独的人 搞这个颠覆国家这个政权的人 你就处理不了 所以说 为了能够处理 能够使人民呢 有这个抵抗能力 你不能因为怕这个电信诈骗 就是你只有提高自己的 使用这个战胜这个电信诈骗的能力 这才是国家才能 这叫提高全体人民 使用这个抵抗独裁的能力 你才能够 这个国家才能更进一步发展 更进一步强大 你只有认识到自己 这个错误 共产党的错误 共产党是不可靠的 就是说 为什么说不可靠 因为共产党也会犯错误 所以要希望人民能够监督起来 来监督共产党 任何人都是不可靠的 不要说习近平 毛泽东 胡锦涛 邓小平 也都是会有错误的 怎么能把自己一下子封神了呢 就把自己 一下子就定位为 这个确立的 伟大光光正确的呢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历史会考验 我们的党内 包括毛泽东有犯了很多错误 这个决神说 你现在邓小平检查检验邓小平 邓小平也不完美 对吧 对吧 江泽东就更不要说了 对不对 胡锦涛 按照老子的乌维尔治 我们把他定位 那个 王沪宁把他定位为科学发展官 这个事情来讲 后能自有评说 对不对 你现在 现在是那个习近平放弃的一个韬光养晦 那么有所作为 现在来讲呢 你要认识自己 要有一个自知之明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你有的时候看别人 能够战胜别人说明你有利 能够战胜自己 这个叫什么 自强不息 这叫强 能够战胜自己吗 我看未必 还好 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提了不少对于习近平的意见 我要提醒习近平 要认人为敬 尽 亲贤臣 言小人 对于这样的歌功送流 拍马屁股 要小心点 对吧 拜登呢 一样 拜登那个团队当中 有很多人 包括戴琪 这是中国人 实际上 中国人最害中国人 对吧 你看我昨天收到那个黑客 骂着我 狗血临头 那都是中国人干的事 中国人整中国人这个东西 吃骨头 吃人不吐骨头的 所以呢 这个事情 我就把这话说下 中国人歹骨起来 比外国人更歹骨 就像日本一样 所以 这个亚历人啊 阴险就是阴险的 才是两年线 所以 空谈两岸一家亲啊 血浓一水啊 这个就叫做红小孩了 人之初 性本善也好 性本恶也好 都是看这个人的成长 他的背景 他的一生的贡献 一生的所作所为 而不是看着一时的表现 这像潘安爱一样 你这个忠诚也好 不忠诚也好 那很多事 很多因素引起你的 你之所以 他之所以走到这个极端 一个是他家 家庭教育 一个是他的哥 我就说这个 我希望拜登呢 因为 我认为 我就看了 因为你要兑现 你不要说你做多大政绩了 你就是兑现这个四不一无一 你要把这个兑现四不一无一呢 你就 公在当代 立在全球了 中国两岸的事情就搞好了 你现在呢 只要做到这一句话 你要兑现 说话你兑现 这个是你的兑现 因为什么 我们谈主要共识家乱七八糟 那个都是扯淡的事 他 那个国民党他现在没有权力 他说话都放屁一样 对吧 他对自己承诺都承诺不了 所以邓小平提出那个国共合作 那叫纸屁吹灯了 对吧 那么 现在你 但是你拜登你是个大国的领袖 你大国的总统 你是个团队来做出这个决策了 四不一无一 你又再三加码 五不四不一 你要说话要宣说话 你不能说话 这一路到了河 沉水扁 四不一无一 四不一没有 说话那个 措耳反耳的一样的调子了 如果你 我为什么说你要把眼睛像 你把你的身份降低到和沉水扁一样的高度 和台独一样的高度 和李登辉 蔡英文一样的高度 那你就是 你自己就把自己用说话了 把美国人民推到坑里去了 把美国人民推到火炸去考 就推到战争这个边缘上 你只有站着 你把高度走 你再提高一个维度 把美国人民推到这个 宪章那个高度 联合国宪章那个高度 对吧 联合国宪章的高度 那就是 成了联合国宪章 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定名 定名就是什么 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国就是中国 这个主权就不可以中华的 台湾也好 香港也好 澳门也好 没有主权可以谈的 没有资格谈主权 能够谈主权的 能够代表主权的 只有一个政府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就是在中华民国的主权的代表 所有的台湾人 包括满英九 主权更加 这个谈判 跟你跟台湾人谈判 不是谈主权的分配问题 谈判的主权分配问题在 二七五八五决议已经团定了 这个概念是clear了 非常clear的 所以台湾的政治学者 哲学也好 政治学家 政客也好 学生也好 我不知道台大是怎么教的 各个国家的法律是怎么教的 主权在明是指的 全体人民的主权 国家主权没有谈判的余地 国家主权只是一个 有法定的政府 人为国授权的这个政府 所以我们在那儿 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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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几万共识 这个技术上什么都可以谈 所以谈到现在 谈来谈去 这得拉批条了 28年 毛泽东那么困难 这个监口弹把中国打下来了 这40年谈起来 谈得落花流水 背道而驰 没有一个 谈得四分五裂 人心都涣散了 这个叫脱泥带水 以脱带变 而国家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 民旦犯错误之后 分有必分 核有必分 这个问题又一场 中华民族的悲剧 分裂的悲剧 又出现了 所以 这个是 多少是重来及 这个叫 天津状 光荣破 一万年太久 只曾造成 解放台湾问题 国家统议问题 一刻都不能等 所谓的 苏联 我认识普京跟你说 中国的经济强大了 台湾自然就回来了 不可能的 日本那么强大 苏联有没有把土地还给他们 没有嘛 北方斯拉 别的华人们 没有嘛 你不是强大会强大的问题 其他国家也是 你再怎么强大的 他 这个主权者 谁是主权者 主权者 他就是 他这个定位的 你像一个家 家庭分家一样 他 你再有钱 你做得再好 他如果这个 他护股上 不必让这个房子是他的 他绝对不会给你 他能捞的就捞掉了 你没有这个护股 你没有这个授权仪式 没有这个授权的过程 他就不管你 兄弟姐妹也是这样的 新兄弟 名字万丈 都是这样的 这个权力是 使用权和主权不一样的 这个权力是界限上的 主权没有谈判的余地 对吧 对香港这个是这样 对台湾也是这样 没有谈判的余地 而且台湾不能实行一国两制 就是一国一制 你是中国人 只好按照中国 你不是殖民地 你不想说就是一国两制 你对大陆统议 对美国来讲 这是一个好的 一劳有利的事情 不要再搞成一国两制 将来这个台湾人在起义 台湾人在挖大陆的墙角 大陆的墙角又去拍兵器 又去镇压 现在只有一次过 一劳有利 大家吃一锅饭 一锅大锅饭 吃中华民国大锅饭 农民发展也好 干东也好 你搞内斗也好 那么就是 我们就是统一了 这个解放他们的内战这个局面 还会继续斗争也好 政治斗争也好 军事斗争都会存在 继续存在的 所以要保持统一向前 在武当斗争 经济建设 法治建设 特别是将来要牵扯到法 法治就变成了一个军事斗争的一个 最重要的手段 就是法治要高于军事斗争 就是和平手段 来解决那些犯罪和腐败问题 这个问题这是一个 代表人民法院 你真正代表人民的主权力 你了 就是这个法院的政策 这是谁授权呢 这个是国内的 人民代表大会授权 谁授监督呢 那我们每年的两会 政治协商会议 和人民代表大会授权 你建议的这个制度 就要把它完善起来 就要把它更加合理 更加科学 监督机制更加完善 吸取 就像习近平说的 国采重藏 海纳百川 你要把各国外 包括香港的 这个严重公属建设 香港的很多这个 这个建设经验 自贪、自负、自读、自分裂 这个经验 是值得学习和总结经验的 避免在台湾在处理 解决台湾以后统一的问题上 这个可以参考 主权不能谈判 这个是对台湾来讲一定的 台湾人不具有 2300万人不具有 谈论组和讨价还价的余地 对美国来讲 美国只要能让台湾人接受 实物一无一 即使无条件接受 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2758决议 这个就叫 美国 拜登 那就是公在当代 利在千秋 中美联盟就会世世代的友好家庭 我再提出 我还要几个提出 我给拜登提出了 三个一箭三雕的政策 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你落实 首先前提 你在最后一番纲 因为这个 我本来给民主党 下一届 2024选举的时候 换一个接班人 你名字 It's old Too old 对不对 我想 我推荐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那叫 米歇尔·奥巴马 米歇尔·奥巴马 实际上 能力来讲 比奥巴马还强 这种 那种心态 母一天价的心态 比奥巴马 还 这个 就是宽容 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有一个 一定有一个伟大的英雄 我 我从那个 2010年接触 这种正式的 近距离的接触 你信奥巴马 对吧 我也有这么一个感觉 不得大 这四个 是个 心胸开阔 母一天下的 一个 一个 一个人 另外呢 好戏联台 你这个 只要你 事物亦无益 你落实 让台湾人落实了 听美国话 台湾人不听中国大陆的话 听日本的话 听日本首相的话 听美国总统 美国国会议长的话 所以 只要你这么一拍板 台湾问题 因人而解 台湾2014大险 不管选择选什么东西 选来选去 都要 无从 无条件接收 联合国宪章和 联合国2758 军队 可能吗 不可能 不可能就存在着 内战的 刀锅索 你 习近平 你不能够完成这个统一 那你就 你不可能再连着下一届 21届没有你了 因为 你连这个 四届五届了 两届 两届副主席 两届 两届政主席 到现在第三届去 你还要待多久 你的政策 你一定不检查自己的政策 对吧 所以说 你怎么不检查 你用的什么人类 你这样下去 台湾问题解决不了 对中国带来多大的灾难 这痛苦 多大损 人民多大 遭受了多大损失 孙中才说话 我们那个统一 人民就会遭殃 你国家主席 你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追究啊 追究谁的责任 不可能追究 王宋明的责任 一负责任是你 另外 这个王宋明是你一须 就是 我们是旁观者亲啊 看得清清凶楚啊 你认人为妻 谁对你 感觉的 这个 你说的话给你吹捧 吹捧道歉 你就觉得自己在 云里物理了 两个缺力了 四个自信了 是吧 是系统化的 是学理化的 我觉得我讲的都是大白话 是吧 你不行就是不行 效果是 检验这里的唯一标准 是吧 听之言观之行 你怎么席而不查呢 你怎么不查 他说的话 是不是服务是谁呢 就像周克亮 他就听着那个 那个蠻蠻蠻蠻 他那个说得头头是道 结果应兴起来 是什么样的 这个王宋明 谈了这么多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了 到现在 台湾问题怎么越来 越来越不像样子呢 解决得越相差 越来越远了 背道而驰呢 这说明我们的政策 你打个箭 射不到法子上 就说明你这个人的政策有问题了 那个里根就说呢 国家不能解决 政府不能解决问题 那么就是政府的问题 还有说呢 真正优秀的领导 他实际上不是自己做大事 而是让人临起来做大事 要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 人民有这个权力来帮助政府提出意见来 这个就包括将来国家统一了 包括台湾人也应该可以给共产党提意见 这种提意见的方法是站在爱国这个体制上 我相信会去 因为他们的 他们受这个民主的监督这个权力 这个自由这个权力 比大部分人受的这个教育 这个东西 要敢于说话 敢于反对 那个什么政府 包括蔡英文 但是蔡英文这些人 是在这些不怕的一些人 这个人在反对 因为他就是一个贪官污吏 他的权力是不受监督的 他的权力是不受监督的 你看他做的假文庭到现在 但没有人监督 他要把他封城三十年 等他死了以后 才能证明他是假的也好 真的也好 但是事件上已经无效了 没有一任何意义了 这就是政客 政客就是这样的 这个站好最后一班港 某的要做好三件事情啊 拜托你做 第一件事情 拜托你落实四步一无意 言必有信 行必有果 四步一无意做实事 不要空谈五不四无意 集中精力 就做好这一件事就搞定 一件事就够了 贪多完不成更被天下耻笑 这叫做呢 为四步一无意 好戏连台这个目标 选择途径 这个阿基敏要说嘛 你给我一个石头 我可以敲动地球 你现在给我一个 这个台湾这个石头 好戏连台 我就把敲动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能敲动中华人民共和国 走向民主 走向法治 为什么呢 我用这个两千三百万人 台湾人都把他这三百万人当成黏云 把他放到大陆里面去 这效果是什么 比你的千军万马买那些 什么武器啊 过了十的武器啊 都管用 他人是 他让台湾人去适应这个大陆人 大陆人去适应这个台湾人 他就从这里学到了什么呢 学到了一些民主法治 为什么不叫什么呢 就是以台治华 就是以华治谈 这个东西 中国人解决内部问题 自己解决 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去解决 就走向和谐社会 我就把这叫民和主义 我把加个 不是和平的和 是共和的和 是大和的和 对吧 大和的呢 就是和谐 台湾人到大陆去 跟融到大陆这个体制当中去 这叫融和 这叫和谐 这叫共和 这个对美国来讲 有利的嘛 你这是枪炮 你是导弹 你任何核武器 第三次世界大弹 也做不到的 这个利益嘛 你用那个俄乌 俄乌战争的代理人 这种手段 用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 消耗俄罗斯 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暴力来 那解决思想问题 没有解决嘛 路线问题没有解决 民主仇恨是加深了 现在仇恨 好 我们现在把你融合 把台湾人和大陆人 融合在一起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才叫民主共和 一国两制 其实不是统一 是两个政治中心 各自为政 你搞你的 我搞我的 户不隶属 水火不容 日久生病 天下必乱 人物战场 前车之剑 人物战场 是三军 是三军 跟靠谷 前车之剑 你们需要 这点 你怎么才会 是三军 不是牛 是三军 人物战场 这 чтоб 是三军 女兜物战场 是三军 你们战场 还是三军 鳅 人物战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立在当代 功在千秋意思是 所作作为解决了当代社会的难题 为当代万民谋福 凭借此项功绩为后世颂扬 思想经读名言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 以为为毕竟如所料的事 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 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 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 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You may for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Yo 분들内容来个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